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许多中高年龄层的网络使用者经常会发送自制或是收到的图片给朋友与家人,图片内容大多是以大自然为背景,并加上一些简单问候或人生格言,这种问候图被年轻人称之为长辈图。 然而此现象不止在台湾,印度最近也大心辞到,许多印度人在早上互传长辈图到早安,结果害得每三个印度人就有一人的手机杠机。 综合媒体报道,Google工程师一开始抓破脑袋也不懂,为什么印度只要一到早上就会有这么多手机同时杠机,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印度长辈图非常流行。 不过,由于印度人普遍网龄较浅,所以在印度这并不是中高年龄层网络使用者才特有的文化,而是大家早上起来都会固定传早安图给亲朋好友,大量图片沾满手机容量,才会许多印度人手机杠机。 一天下来,每三个印度人就有一个人的手机空间被塞爆。 报道指出,早安图的Google搜寻已述在过去五年来成长十倍,图搜平台Pantris特地为应有名言家具的长辈图开设专区。 在印度一年来的下载人数暴增九倍,长辈图的魅力甚至连总理莫迪也无法挡。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练完鱼切后就开始狂发问候讯息。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